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的一位老奶奶今年八十多了 不管什么时候见面 她总是乐呵呵的 即使有人说了难听话 有人办了难看事 她也从来不动路 反而心平气和地去解决问题 有了空 她就和女儿一起拍拍抖音 和邻居们一起跳跳广场舞 或许是因为心态好 她这大半辈子都没有生过什么大病 人生路上谁都会有烦心事 谁都会有不好过的坎儿 但真正聪明的人 则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不管身处何种境遇都不动路 因为他们知道 我们身体上的很多病 其实都是情绪打了败仗 保持心态的平衡 保持情绪的稳定 才是一个人长寿的最大秘籍 毕竟 心宽手才能自言 量大智才会自愈 二 不忧思 中医里有这么一个说法 目伤肝 忧伤肺 丝伤脾 恐伤肾 除了动物 忧思对身体的影响也非常大 朋友小方 在刚踏入工作岗位时 想得很多 害怕处理不好和同事的关系 害怕完成不了领导交代的人 虽然忙忙碌碌 但整个人都不在状态 甚至在短短三个月内报受 头发还掉了一把又一把 后来 他看了心理医生 不再忧思 才慢慢恢复了状态 在这个世界上 无能为力的事情有很多 猝不及防的感伤有很多 想要长寿 就必须要减少忧虑 想得开 放得下 不把没必要的事放在心上 毕竟 天真的塌了 也不是你一人能承担的 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专注自身 尽力而为 事实放手 当你忧虑少了 行动多了 就会发现 世界远比你想象的更美好 三 不熬夜 网上有人问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 发现自己变丑 变胖 变笨了 有网友援引一份 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报告结论回答 熬夜 昼夜节奏的紊乱 与高血压 肥胖 阿尔兹海默病 肿瘤 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想要长寿 必须要学会拒绝熬夜 博主 维尼就表示 他曾因为长期熬夜 在体检时 发现自己左侧乳房纤维腺流 甲状线夹茧 双眼玻璃体浑浊 等恢复正常作息后 身体状况也渐渐恢复了 你我都曾如此 在无数个夜晚 想要抓住时间的尾巴 或拼搏 或放纵 那一刻 好像是开心了 但时间一长 才发现 我们其实是透支了 自己的健康 想要有个健康的身体 就应该把白天的事 交给白天 把晚上的事 交给晚上 好好睡觉 你会发现 你不仅能变美变瘦 而且能提高免疫力 远离疾病 四 不乱吃 鼓语云 并从口入 就是说 许多疾病 都是由于饮食不规律 或者不干净引起的 不乱吃 才是一个成年人 最好的养生方式 刚认识消耗时 他就胖胖的 每天 他没走几步路 就累得大喘气 没干一点活 就浑身没力气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他每天都吃垃圾食品 不是路边摊 就是薯片辣条 有一次 在吃完爆辣火锅后 他去厕所就没停下来过 去医院一看 是急性肠胃炎 挂了好几天调平 后来 他痛定思痛 不再乱吃 在配合伤运动 他不仅体重降了下来 整个人也变得精神多了 的确 人是铁 饭是钢 人如果吃不好 就不能好好思考 好好爱 好好休息 好好吃饭 既是对生活的负责 也是对自己的负责 用心选择食材 用心学习烹饪 不乱吃 不过食 不仅养胃 而且养心 五 不久坐 不久前 世界卫生组织更新了数据 指出 久坐时间相对久坐时间短的人 死亡风险要高出263% 的确 久坐的伤害 是悄无声息的 很多时候 你根本想象不到 因为久坐 你诱发了多少疾病 记得有这么一条新闻 一个年轻的女记者 原本身体健康 每天都能活蹦乱跳 但有一次 她不小心崴了脚 几天后 她居然昏迷不醒 又过了几天 医院发出了抢救无效的声明 原来因为崴脚 女记者久坐不动 诱发了肺栓色死亡 不仅是非栓色 痴疮 便秘 颈椎病 冠心病 静脉曲张 都和久坐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都逃不出久坐的魔招 所以 想要活个大岁数 一定不能久坐 一定要提醒自己 经常起来动一动 六 不过度劳累 现代社会 人们似乎永远不敢停下来 总是像个陀螺一样 忙碌不停 或是996 007 或是下班后新生活 似乎不把时间填满 就对不起自己的大好人生 但随之而来的 却是过劳费 过劳死 很多人还没来得及享受生活 就把自己葬送在了奋斗的岗位上 网友Tim就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因为自己负责的一个IPO项目延期 和定死的税审项目撞车 导致他每天把自己掰成两个人用 一天要完成两天再工作 每天三点下班 四点睡下 九点又到岗查看邮件 有一天 他的身体突然承受不了重负 晕倒在了电梯间 再次醒来后 他开始反思工作的意义 意识到适当的停歇 才能更好的前进 太过用力 就是把自己网绝路上逼 的确 人不是机器 不能一直转不停 学会不过度劳累 让身体处于张弛有度 才能走得更长远 活得更健康 其 不纵欲 礼记中有这么一句话 欲不可纵 智不可满 乐不可及 就是告诫我们 人既不能过度劳累 一直紧逼自己 也不能过度放纵 以为沉溺于低级快乐中 否则 你终将会被拖垮 前段时间 有个女孩子永久性失明了 究其原因 是她习惯性沉迷于低级快乐中 不能自拔 一有时间就逛淘宝 刷抖音 即使眼睛已经很累了 但她依然不愿意放下手机 有一天晚上 她突然发现自己看不见了 这才让她追回莫及 相反 真正健康的人都十分懂得节制 他们不会一味纵欲 不会一味让理智让步于多半 而是会根据身体状况 心理状况 实时进行调节 如此 才能让身体机能处于最佳的状态 人体监视中说 选择生活方式 就是选择死亡方式 所以 想活个大岁数 想不经历病痛的折磨 就要选择好的生活方式 永远不要被情绪支配 永远不要被欲望支配 永远不要被惯性支配 好好吃饭 安心睡觉 张弛有度 平和生活 你的身体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你的人生也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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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s